- 记者居媒体报道,加拿大海军的卡尔加里,浩和补给舰,组成了舰队抵达越南天沙港,随后他们还要启程访问线港。 据官方宣传,加拿大雌星的目的主要是帮助越南海军提高海上激动和扩道两国之间的国防伙伴关系,此外他们还会访问在越南战争中受到美国投放成绩影响的受难者们,而且将和越南官兵举行足球有异赛,访问前碰到了越南主席病逝,为此还降了半期。 虽说表面上看这样的访问理由无懈可击,但就加拿大和越南的历史关系来说,二者根本没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此次加拿大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南海政策,前来中国南海捣乱。 而且此次到访的卡尔加里号所属的城市集护卫舰,占加拿大海军总座位的60%,可谓加拿大海军的绝对主力。 不过城市集护卫舰已经是一新代表上世纪90年代护卫舰水平的舰船了,最后一艘的完工时间都是1997年了,虽说全舰使用了混合骨架结构,大幅减轻了总体重量。 但经过了中修和改装后,满载排水量达到了5100吨,而且舰体总体设计寿命只有30年,如今已步入中老年时光了。 五倍方面主炮使用了一门57毫米的伯福斯F57MK2型火炮,虽然伯福斯小口径速射炮的性能优异,但属现于口径,七顿海对岸的火力明显不足,防空射击时射速也不占优势。 反舰火力上是两座四,连装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防空能力则是使用锤发的海麻雀舰空导弹和密集阵禁防炮,虽然加拿大海军为了配合美国,已经拿出了手里最好的军舰,但性能与中国的054A型护卫舰相比较而言还是落后了。 主炮上054A太勇的是76毫米主炮,反舰导弹使用的两座四连装鹰机83反舰导弹,防空火力只是两座730速射炮和4×8垂发系统,雷达上不但更深一筹,还装备有电子支援和对抗系统。 近年来中国不断建设054A型护卫舰,如今数量已接近30艘,而且还在不断改进性能,更不用说更高端052CD和055型驱逐舰,可以说卡尔加旅号还是老老实实地完成法官任务,如果要是在南海有什么不友好的行为,等待他的肯定是不好的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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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